我是每天都回来 所以说对国内的各的企业的经营 国企也好私企也好 阿里也百度 他们怎么进行我了如指掌 我有点小小的怀疑 没事说了啥都可以 因为真正在高管做的 基本上不会张口闭口谈大公司 谈大公司 对 那我就说 认同 就是这些人 你不知道他们的背景 也不知道 每个人都其实也可能都经历过大公司 这是起一 其二 华为 阿里 我都在服务 我从来不举他们的案例 是因为我有保密协定 你了如指掌吗 我会觉得多多少少 对 有点夸张 我说的有点水分 你抓的对 抓的对 抓的对 50岁的人有些时候是这样 我的勤奋 有些时候的坚持 他另外一面 有些时候会固执 对对对 你说的对 这点我要改正 我对他们有所了解 你看大哥很好勾动 有所了解 对不对 我刚才确实有点夸张 您觉得您在 我加了25%的水分 您比如说未来的十年中间 您要干到五十六十七十八事 好 您的弱点 我工作的弱点 就是我有的时候太故意勤奋 加班太多 不能很好的 Balance 家庭和生活和工作 这点就是要每个学校都能学习的一点 有些不必要 就跟它纠缠起来 会浪费很多时间 这就变了结果也没有多大意义 我再问您一遍 您今天面试的岗位除了战略分析 还有别的岗位可以接受吗 其他的各种 包括金融类 公司的运营类 这个策略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您要求的星星最低 确实是月薪二十万吗 对 一分钱不能少 最后一个问题 你必须要回答我 不要再藏着掖着了 我特好奇 你的异乡企业是谁 异乡企业 我说了大家没关系吗 没关系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五八同城 段老师和姚继 这两人 我关系看了好多时间 我全企业首先选人 做人一样 教育我女儿 教育其他我的学生也一样 无论做事 谁要学会做人 我只说一个现实 我们最近半年 从美国聘请回来的 做战略分析的人员的工资 在三万到八万 说明什么呢 现在的市场 是后浪亏前浪 年轻人的竞争 又便宜又好 知道吗 学习能力又强 那你凭什么 跟他们竞争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要他调心是什么 对 调吗 一分钱都不调 好吧 来第一轮选择去回来 还有两转灯 接下来我们的天生活有才 两位是准备付出 二十万的月星 做好了这种准备 如果它符合的话 是吗 对 王上峰呢 是 那就我测试一下行不行 5G是4G的多少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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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